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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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日點擊節目 我是石濤 昨天出了個狀況 達賴喇嘛 在一個什麼場合下說 他說他未來的轉世靈童呢 應該出現在印度 不是在中國 他說那有可能如果他 他原寄了的話 他走了的話 在地球上會出兩個打來打嘛 轉世靈童嘛 因為這個班禪就這麼出現 所以他說如果中共指定的 應該不會受到人尊重 這個說法 達賴喇嘛跟班禪 是藏傳佛教中的黃教 藏傳佛教四個 黃教白教花教 還有一個忘了 那他黃教呢 是這兩個人是護法 很明確兩人是護法 白教現在唯一能夠 大家比較認可的 都認可的 就是叫大法王 應該是這個 我們在佛教故事中的 彌勒日巴 彌勒日巴白教 這個人現在也在這個 應該是在印度 是尼泊爾 他是成功 當年成功逃出去的 在他姐姐的幫助下 他當時只有15歲是16歲 15歲是14歲 在他姐姐的幫助下 在所有藏民的幫助下 他翻山 徒步翻山 跑出去 而當初 他被選為大法王的時候 當時中共政權 和這個達賴喇嘛 都認可的 這是 所以這是一個 唯一一個 在轉世靈童中 在現在當中 被認可的人 轉世靈童是藏傳佛教中 非常關鍵的 那黃 黃教裡面的兩個 達賴喇嘛 跟班禪呢 達賴喇嘛 就是我們 漢人說的 觀世金菩薩 呃 班禪是漢人說的 無良佛 就是說 所謂的轉世靈童 就是 他的魂魄 他的原神 是那個 肉身 可以到任何一個普通的家 但是呢 他強調是那個 時間 時辰能對 也就是說 當這邊的 這一世的 班禪離世了 在下一世的 在相應的時間裡 出現在另外一個 出生的嬰兒身上 所以他有非常 嚴謹的 這種篩選的過程 在這個 你只能叫宗教儀式 實際就是他的 能夠確認 哪一個孩子是 這個班禪 因為在一個時辰的時候 可能前後 差不了三兩分鐘 可能出現在這個 地區出現三四個孩子 那有可能 那你只能找到一個 中共強調的是 強調他的確認 他的行政上的確認 他的權力的確認 作為信仰宗教的當中呢 他只認可 宗教傳統中的文化 生命文化 這是一個很自然的 都不容 無容置疑的 一個東西 但是今天呢 人們在利益的背景之下 權力的背景之下 完全都已經 沒有這個能力 去辨別 這一份東西了 所以把宗教的東西 作為權力化 行政化 其實世人 叢林法則中 共產黨人 共產黨文化下的 中國人 在叢林法則的教育之下呢 全力成為了第一位 所以在中國社會 盛行就是強姦的概念 一定盛行 強來的 因為叢林法則就是造成的 強姦者必得利 必然得利 那在強姦盛行的背景之下呢 那我相信 女人的誘惑也盛行 因為她會反其道而興之 她會對等她 我不誘惑你 我顯著幹嘛 老娘往來一生 對不對 我整一個是一個 咬成一口是一口 所以這個社會就完全崩潰了 從而出現了一個滑稽的場面 就是 中共在 在有關轉世靈同問題上 因為班禪出現這個問題 她去強調她的權利 後來我看這個 我就開個玩笑 我說今天主政的人 當官的人 當核心 你跟你媳婦說 你媳婦死了 下回我就讓你轉到哪是哪 你跟你自個媳婦說 因為我是黨的主席 不就完了嗎 對吧 這就是真正的荒謬 你跟你媳婦講 讓你媳婦下輩子 跟你一塊兒跟著自己走 不就完了嗎 你那麼大權力 權力者必愚蠢 愚蠢的點 就放在她自身身上 因為她也是塊肉 習近平要到歐洲出訪 大概明天吧 網友篇報導文章題目這麼說 一致對華 歐洲討論新戰略 德國之聲 裡頭有很多是大陸受過教育 有她的 包括她的主編 對中共比較親切 對中共比較親切 所以她在討論問題上呢 大家 我就明言 基本就是出現類似的 你會看到 她在字裡行間中 應用她的能力 在字裡行間中 替中共說話 她在宣傳上替中共說話 除非一些 她翻譯的德語的文章 她翻譯的德語的文章呢 她也有多少有點傾向性 但比她自己寫的要好 她的說法是 她是懷疑歐洲能否形成共同戰略 另外一個就是德國今天開始 這個開拍5G頻譜 所以德國的做法 直接影響著美國 華為5G這樣相互之間的關係 18號 歐盟成員國外長 狙擊布魯塞爾 討論一項建議 將中共政權定為叫制度對手 她翻的詞跟別人不一樣 其實就是一個戰略敵人 戰略對手 她叫制度對手 那制度對手也不能說錯 因為她定在了中共的社會主義制度 跟歐洲的這種正常社會制度之間的衝突 對不公平的行為 侵犯人權現象 至少表現出更堅定的抵制態度 德國外長 能頂住中共政權的壓力 捍衛自身利益和價值 歐盟應該作為整體建立對中共的關係系統 而不是各自為戰 是 裡面關鍵的問題就是 意大利呢 出於自身經濟的需要 要跟中共簽署 一帶一路的這個框架協議 兩個港口 沒落的港口 可能要 與中國的資金合為一體 重新振興港口 那這種做法 是習近平最喜歡的 就像在斯里蘭卡一樣 前進去之後 那當港口建立起來之後 那中國 中國的軍隊可以 海軍可以無條件的使用這個港口 裡面會有帶這種東西 所以你看到 大家看到現在就是 在我個人眼睛裡 就是一種交叉 交叉呢 是很文化的 雜種就是真的 完全混淆 完全混淆了 混淆的本身 人與人之間的混淆的一切 都出於利益的需要 欲望的需要 羅馬七代從中國獲得 對熱納亞和這個塔倫托海港的投資 那歐美日多個成員國都懷疑 是啊 這個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聖經啟示錄》講的就是 他最後的大淫妇 那各王跪倒在他十六裙下 喝著他的酒 跪倒在十六裙下喝著他酒 什麼意思 我能理解 最阴邪的动力 很形象的 最阴邪的动力 所以他暗指的不是酒 你别宰上找酒 是指他的淫荡 淫秽 下贱 龌龊 肮脏 但人禁不住他诱惑 所以 有期节目我说 人永远战胜不了共产党 人战胜不了共产党 只能与神同行 这里讲的是欧盟 希望落实一个叫十点计划 把这个中共作为一种战略敌人 我个人的概念就是说 在精英文化的人的环境中 你今天遇到的麻烦是这个 他固守着人创造的理念 就是这些经营者们 专家学者们拿出的理由 他同样在西方的文化中 顾忌到 他的人权啊 利益啊 这些都顾忌到 按他缺失的就是说 他没有能力去认识中共邪恶 是真正魔鬼式的邪恶 把去教堂当成文化 当成人的文化 这就错了 如果当你把去教堂当成是自我生命跟神之间的关联 这是真实生命的过程 就像对待父母一样 那就另外一回事 所以如果真到了始终 最后人走向一种要绝对要更新的过程的时候 那这种现象也变自然 中共外长说 反常的不道德的行为 毫无根据的行为 搭垮一家企业 高级动物有道德吗 高级动物没有道德 跟妖怪一样 但他要以道德的方式去约束人去害人 一这么说听不明白 大家就那个 达基是狐狸 晚上把博弈考留在自己的卧室里面 卧室里面 然后坐在博弈考的怀里面 博弈考不干了 第二天早晨天亮 达基跟咒王说了 博弈考把妾身搂在他怀里头 要调戏妾身 不道德 王毅说的话就是达地 大家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